士兵正在拆除炸弹 旁边却突然出现一个阿富汗男人 拿着手机似乎要引爆炸弹 黑人士兵被吓得小脸煞白 举枪就要朝男人射击 阿富汗士兵赶忙阻止 向美军解释说男人只是运水的村民 村民被吓得赶紧扔掉了手机 黑人士兵这才松开了紧绷的神经 随后阿富汗士兵拿出钳子 跪在地上继续开始拆弹 他用双手扒开泥腿 发现了两个土质炸弹 黑人士兵命令他立即后退 等待拆弹部队来处理 但下一秒 阿富汗士兵因为无视警告 遭到了黑人士兵一顿暴走 危机解除之后 这支美军小队立马继续出发 他们的任务是为前线基地送去军需物资 但这条74公里的红色路线 全城都在塔利班的控制区里 所以他们随时可能遭遇袭击 就在车队行驶到一半路程时 前方突然有人拦下了车队 对方声称自己是海报实队的队长 在执行一项机密任务时 遭到了塔利班的伏击 队伍死伤惨重只剩下两人 并加一名阿富汗女人 他们希望能搭便车离开这 队长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但也就是从此刻开始 真正的危险已经降临 随后车队在经过一处山谷时 突然一阵枪声响起 塔利班居高临下发动的袭击 走在最前面的士兵被当场击毙 汽车也失控坠入了山崖 美军立即用车顶机枪进行反击 瞬间就打得塔利班死伤惨重 塔利班则立马搬出火箭筒 美军见状赶忙汽车而逃 汉马车被一泡炸毫 美军失去了重火力的压制 被打得爆头鼠窜四处寻找掩品 紧接着又一枚RPG袭来 炸毁了所有的军需物资 随后双方开始对射 美军凭借更加精准的枪法 最终成功击退了塔利班 但也损失了五名陆战队员 由于所有车辆都被炸毫 通讯设备也都被损坏 美军只能不行返回基地 但很快意外再次发生 小队在经过一片玉米地时 突然一声枪声响起 美军赶忙躲进了玉米地 但对面狙击手开始四处乱射 美军只要露头就会被秒 海豹队长凭借子弹的射击角度 判断出了狙击手的藏身之处 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敌人 他决定带一名士兵绕后偷袭 随后两人卸下装备 从侧边快速绕到了狙击手背后 海豹突击队长看准时机 用匕首从背后突袭 和敌人扭打在了一起 经过一番搏斗 两人成功干掉了塔利班狙击手 然而小队刚准备继续出发 迎面就驶来了一辆皮卡车 美军小队迅速寻找掩体 双方开始面对面护士 很快塔利班就被团灭 但紧接着又一辆皮卡车从后面驶来 美军小队完全暴露在了塔利班的枪口下 海豹突击队赶忙起身正面射击 为队友提供火力掩护 一阵猛烈的射击过后 海豹成功干掉了敌人 但海豹队长也深重数难 临死之前 他将护送女人的任务 交给了负责运输的队长 来不及伤心和难过 队长就下令继续出发 经过两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终于抵达了附近的一个村庄 小队立刻摆出战斗阵型 但就在这时 屋内突然冲出两名持枪的村民 美军士兵瞬间紧张了起来 但对方却卸下弹夹举手投降 表示自己并没有威胁 并且还邀请美军进屋详谈 原来这两名村民属于阿富汗政府军 他们帮小队联系到了美军基地 指挥官得知运输队遭遇塔利班的袭击 立马命令中尉派人前去营救 但由于沙尘暴导致能见度太低 暂时无法派直升机接应 小队无奈只能留守村庄等待救援 但就在这时塔利班开着皮卡 直接闯进了村庄 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队长健壮立即布置作战计划 自己在前面吸引火力 其他士兵则绕后偷袭 随后士兵从门缝里发射了一枚弩弹 战斗再次打响 由于美军分工明确 并且枪法更胜一筹 很快就压制住了敌人 但塔利班打不过就搬出火箭筒 对着房间开了一旁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美军被炸得死伤惨重 塔利班则趁机抓走了女人 而女人的身份也在此刻揭晓 原来她是阿富汗一名女权领袖 此次是受美国总统的邀请 前去参加联合国关于人权的会议 而海豹突击队的任务 就是将她安全送出阿富汗 此时距离会议开始只剩19个小时 而在这之前美军必须将她救出来 于是小队趁着夜色 偷摸到了塔利班的基地 经过半个小时的寻找 终于发现了被关押的女人 但就在队长准备营救时 塔利班却突然带走了女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小队只好一路跟踪 此时距离会议开始还有9个小时 随后女人被带到了一处守卫森严的教堂 小队迅速展开营救 打晕了门口的守卫 接着干掉塔利班的小童 成功救出了女人 接着展开队形开始撤离 但枪声惊动了其他塔利班士兵 他们迅速对美军展开了围攻 撤退中小队被打散 一名黑人士兵决定留下断后 和阿富汗士兵一同吸引火力 成功掩护队长逃出教堂 随后队长抢了一辆T卡车 带着女人成功逃回了基地 而留下断后的两名士兵 最终死在了塔利班的枪下 本片作为锅盖头的续集 情节表述非常清楚 但不够合理漏洞较多 从装备到战斗素养 都不符合现实情况 比如塔利班乍晕美军之后 并没有继续补枪 火箭筒也没有第一时间使用 美军的运输车队没有重装汉马 武器也是民用的AR步枪 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有情报支援 甚至没有空中支援 敌人的部署完全不清楚 就这样最后还成功突围 作为战争片草点确实太多 但战斗场面还是十分的劲爆